原汁大學觀光相照藝術展 傳統油畫結合了AR AI互動裝置 讓觀眾能夠感受到光的多層次變化 還有創新表現 另外也有作品是用回收材料 製作出了仿生運動的互動式照明系統 展現了科技藝術的生命力 利用手機對著牆上的油畫 AI動畫 要染在手機上 而一旁裝雞蛋的塑膠盒 搖身一變成為藝術的燈飾 這是原汁大學舉辦的光光相照藝術展 利用傳統的油畫結合吸引的AR AI數位技術 呈現光在創作中的不同應用 所以這個展覽的所有的作品 從我們最傳統的油畫 其實油畫在光的呈現上面是非常講究的 一直到數位科技在光的呈現上面 所以這邊的所有的展覽 展品全部都是有光元素 不管它是一個靜態的光 還是一個動態的光 還是一個互動的光 所以其實都是在強調 就是光跟空間還有人的這個關係 原汁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院長劉怡君 同時是這次的油畫創作者 運用科技藝術呈現的手法 使用AI技術讓畫能動起來 用AI的一個工具然後把這個畫讓它動起來這樣子 就是覺得看畫的時候 然後又可以跟科技結合 那因為這次的主題當然是光光相照 不過其實基礎是科技藝術 那我們想說也是結合我們人社院的一些發展這樣子 包括像異色系啊 終於它其實都有跟數位還有這個AI結合這樣子 利用燈具結合仿生運動之美 以及回收再利用的塑膠PETG材質 製作成的互動式機械照明系統 設計者吳明猴 利用隨手可得的材料 完成兩件光的藝術品 那像這件作品它是透過結構的設計 讓它的紋理透過光線呈現出來 那再來是這件它是特別才結合動力的運動的機構 讓光線可以在上面表現出動態的光影的變化 那它們都是一個傳統的材料 我們可能是戲為常的生活中的材料 然後再結合科技去創作出來的作品這樣子 觀光相照藝術展 即日起到6月24號 在遠之大學圖書館2樓 美學之道展出 歡迎民眾前往探索光在虛實之間的藝術創作 希望大家27還有最新的藝術の效果 希望大家27年12月21號 總統的藝術師